同样都是3比11被逼入绝境 同样都是力挽狂澜实现了大逆转 不得不说阿祖的这场对决 很好的致敬了9年前的单身 虽然大比分落后但永不延弃 直至坚持到最后一刻 这就是体育精神的具象化 那这场比赛阿祖到底是怎么逆转京婷的 接下来我们回到2024年北极公开赛的现场 一探究竟 首局比赛一上来 京婷就主动推后场 尝试一拍披杀后再推一次 随后便是重杀中路连贯上网成功得分 阿祖接发球放网 京婷挑后场阿祖下压一拍 随后反方向放网成功拿到主动 直接一拍中杀未满 继续放网迫使京婷起球 再次中杀依旧被防住 稳住节奏后组挑后场 京婷批掉直接下网 这个回合京婷一直被动跟随 由此可见阿祖的状态还不错 京婷接发球停顿放网 想要迫使阿祖起高球没有得逞 阿祖后场高远球过度 京婷抓住机会重杀一拍 结果被阿祖卸力挡往压线得分 推后场想要拿高远球 结果阿祖不给机会 继续调动阿祖终于起球 京婷直接下压一拍连贯重杀直线 成功得分 双方围绕往前展开进攻 阿祖起高球京婷批杀斜线 随后阿祖也展开反击 可惜最后还是京婷进攻得分 双方的这番对轰精彩至极 阿祖接发球放网 随后勾对角 差点骗到京婷重心 不过京婷的回球质量也很高 没有给太多进攻机会 阿祖起高球京婷杀球连贯篮掉 结果阿祖直接回放 这样的话进攻机会就来到了阿祖这边 接下来这个回合双方都打得十分耐心 各自回球质量也都非常高 中前场的争斗异常激烈 勾斜线蜻蜓被动回球不到位 阿祖直接中杀的分 高手之间的对决 就看谁先失误 京婷连续挑后场 这次阿祖早有准备 直接后撤中杀直线得分 19平双方依旧打得难分难舍 阿祖连续抓京婷后场球都被防住 一番往前争夺后阿祖被动起高球 京婷中杀中路连贯推后场成功得分 双方继续展开往前争夺 京婷往前勾对角成功获使阿祖起高球 随后便是中杀直线得分 局末阶段其实阿祖已经取得领先 只可惜关键球上失误偏多 被京婷率先拿下第一局 取得开门红的京婷第二局打得更为积极 掀起一波又一波的得分高潮 而阿祖貌似受到第一局影响 表现相对比较低迷 京婷斜对角调动阿祖 高远球过渡京婷直接中杀斜线得分 这样的过渡球京婷抓了好几次 由于阿祖前半局的低迷表现 橘蟹前只达到了三分 和九年前林丹逆转安赛龙的那场比赛一模一样 都是被对手逼到了绝境 决蟹后陆光组背水一战 开启全力进攻模式 京婷挑后场阿祖直接中杀的分 京婷挑后场阿祖反手过渡 往前也不做过多争夺 带到阿祖高远球过渡 京婷直接连续中杀的分 此时双方的分差来到了九分 在大多球迷心中 其实这场比赛已经结束 但不到最后一刻永不延起 阿祖知道同时他也做到了 这个回合双方的往前争夺十分精彩 阿祖勾对角京婷极限回放 阿祖回撮结果被京婷扑往得分 此时双方分差已经被缩小至两分 往前凭抽快挡京婷出现失误 阿祖握拳怒吼释放压力 京婷甲放针推阿祖高远球过渡 想要再次推后场结果 被阿祖成功抓到 这样的话阿祖就成功扳回一局 决胜局双方的对决依旧十分激烈 京婷连续挑凉低脚 成功拉开阿祖重心 随后劈掉一拍轻松得分 停顿放网再次骗了阿祖 停推后场组反手过渡 停顿放网成功拿到主动 随后直接投顶杀斜线得分 接发球推后场被防住 随后下压一拍再次挑后场 阿祖高远球过渡 京婷直接杀直线得分 京婷接发球放网 随后尝试重杀一拍 继续推后场底线 阿祖直接批杀斜线得分 京婷推后场被抓到 随后阿祖便开始了狂轰外炸 这个回合能看出京婷体能已经跟不上 连续调动对手后尝试中杀结果被挡网 无奈起高球结果被阿祖中杀得分 这个回合能看出来阿祖是越打越兴奋 而这就让苦苦支撑的京婷有些难受 随着最后一球落地 阿祖便以21比16拿下决胜数 2比1逆转京婷成功晋级 不得不说这场比赛双方打得都十分尖厉 阿祖能够逆转赢下比赛 也对得起球迷对她的喜爱 希望接下来阿祖能够继续稳定发挥 无复众望打出好成绩